首次上稿 16点41分更新时间 17点25分 记者陈建志台中报道 台中市大力区扶大陆移动民宅 今天下午3点多传出火警 民宅一楼不断窜出浓烟 台中市消防局货报派出20多人到场灭火 紧急出水抢救 现场传出女主人顺利逃生 但科姓男主人 70岁 还受困屋内 消防人员立刻住内搜寻 4点多时在三楼地板发现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的科姥 因明显死亡没有送医 台中市消防局今天下午3点43分接获报案 支撑大理区扶大陆一间三层楼的民宅发生火警 浓烟不断从一楼窜出 立刻派遣大理、国光、信仪等分队 出动各式救灾车10多辆 30多名消防人员到场灭火 消防人员抵达时 一、二楼都已经有火光和浓烟窜出 据了解 女主人发现失火时及时从一楼逃出火场 但科姓男主人却受困屋内 消防人员赶紧假梯从二楼进入屋内搜索 火势约在4点23分控制 随后在三楼地板发现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的科男 因明显死亡未送医 详细起火原因仍需进一步厘清